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 109年的第26题 这一题的题目是这样的 教师设计了一个活动 和学童讨论后获得两个结论 用公尺来描述操场的周长 和用公分来描述铅笔的长度 问这个活动的主要目标 最可能为下列合则 A 量的估测 B 认识测量工具 C 测量单位的转换 D 选用适当的测量单位 如同之前所说 当题目问最有可能的这个数据的时候 那请各位一定要留意 就表示说我这个答案只是相对比较好 而不是他一定是有对错的概念 这一题的类别项度考的是数学教学与评量 他的主题主要是在量与实测上面 他的评量目标是要看考生 能否理解有关测量活动的教学目标 那这一题 在讲解上面 我可能不会只勾出为什么勾这个答案 我会在想 如果他是适合其他答案 那他题目应该要做什么设计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稍作讲解 这一题虽然考的是问教学目标是什么 但是其实他的背景 就是他的脉络的描述 其实是有玄机的 那我把比较有意思的那个几句话 把它勾出来 其实他就直指的答案 你应该要勾哪些 他说教师设计了一个教学活动 和学童讨论后获得的结论 首先不是让学生操作 而是跟学生讨论后获得的结论 这件事很关键 也就是说 我这一堂课 我主要的结论 是来自于跟学生讨论 而不是让学生去进行操作 或者是进行实验的这一种 而他讨论的结论里面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词 叫做描述 用公词来描述 操场的周长 用公分来描述 铅笔的长度 也就是说 我跟学童讨论后 获得了用某个工具 来描述什么样的长度 这件事情 其实可以直指的 在这个选项里面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判断说 他是要来做什么 选择适当的单位 就好像我来描述 我的体重的时候 我不能用公顿或是用功课 因为这表示你选的单位不够合适 其实在量与实测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要选择适合的测量工具 选用适当的测量单位 来描述某个量 如果这一题 我们的教学目标要选A的话 那题目应该要怎么出呢 首先我们要留意到 A这个选项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词 叫做估测 所以他不是实测 他是用估测 那估测的话 目前我们一般常用的长度 是要用目测 就是用眼睛去看 他大概多长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题目应该要改成 老师设计一个教学活动 请学童目测以下两个长度 超长的周长 或者是铅笔的长度 就是让学生去用目测的方式 来预估一下这个长度多少 如果是要做这件事情 那就会是量的估测 那如果我们把目测改成测量 那活动就会改成 用软尺量教室黑板的长度 请注意那个超长的长度 其实现在去测量 因为他的尺度太大 或许是一个不适合的活动 或是用指尺量 手上铅笔的长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的教学目标 就会变成量的实测 如果题目改成这样的话 各位去体会一下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 如果是要选项B 认识测量工具 当成我们的教学目标 那我们的题目要怎么问呢 请注意他是认识测量工具 所以一定会有让他们实作或操作 这个测量工具的这样子一个字词 所以题目就会变成说 教师设计了一个活动 让学生掌握两个测量工具 有一个这样一个词 例如说用一公尺长的软尺测量黑板的长度 和用15公分长的测量铅笔的长度 这种实际上操作测量工具来量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让他们去认识这个测量工具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选B 我们再来看看 那如果我是选C选项测量单位的转换 那题目会怎么改 请注意一下 如果是测量单位的转换 那显然他必须要用不同的测量单位 来看同一个长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题目可能会变成 教师设计了一个活动 请学童测量教师黑板的长度 并请学童发表 为什么要发表 因为要从他们那边得到两种不同的 例如说测量的工具来量同样一个长度 这样的话 他们有可能会得到两个不同的数据 但其实上应该是指同一个东西嘛 所以就会变成说 他用两种不同的测量的单位来描述同一个量 那表示这个量要相等 就很容易作为单位的转换 例如说教室黑板长度是4公尺50公分 那有同学说他是450公分 那既然量同样的长度 那表示4公尺50公分就会450公分 让他们去知道说 OK原来450公分可以换成4公尺50公分 或是反之4公尺50公分可以换成450公分 如果是这样的出 那这就会是测量单位的转换 那以上当然不一定是非得这样出才能够适合 我是举一个例子 或举一些例子来让这个同学们可以理解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